由於這次麥德姆颱風並沒有夾帶大量的雨水 所以位於水旅通往新義的龍神橋並沒有進行風橋 而下方流著左水溪水勢雖然強勁 但尚未達到警戒線 而當然這些鎖橋自工人員自颱風前就開始進駐 24小時都要注意水位是否達到警戒線 新義工不斷在這班橋非常有效果和威風 尤其在風太天像是說黃旋池落到河時 我們新義工不斷都會派到一些志工 來到龍神橋上做到交通的機會 主義就是左水溪跟陳友南溪 這兩條桂水水流量跟他們加起來 這個水量有多大 是不是會影響我們龍神橋的安全 由於左水溪是現在最重要的溪流 每當颱風天水位都很不穩定 所以鎖橋自工人員就會盯著橋的警戒線 只要達到黃色警戒 橋將進行全面封橋 遇到那個黃線的時候非常危險 所以水到那個黃線的時候就馬上把這個橋梁給它封掉 連那個人員跟那個車子都不很多 鎖橋自工人員表示 還有這次邁德姆颱風來得快也去得快 在桌水溪這邊並沒有造成很大的災情 而跟以前的颱風相比 這次水量也沒有讓交通阻斷 這個颱風我們這邊比較沒有什麼危險吧 這是雨很大 不過沒有比以前太大了 所以水比較沒有那麼高 議員陳淑惠除了肯定這些志工人員的表現 並代表地方向這些人致意 在這裡代表地方也感謝到頭部穿著火麻 在這裡機會交通 跟為何這班叫安全的志工人員 再次屬來感謝他們 鎖橋人員也表示 雖然目前橋的通行是屬於安全 不過還是要提醒通行的民眾 在進入山區時隨時要警覺 因為現在天氣上不穩定 只要雨量大 水位達到警戒線 屆時還會進行風橋 明日新聞環悠懷水利採訪報道